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 亚基帕对保罗说 准你为自己辩明 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 亚基帕王啊 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 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 实为万幸 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 和他们的辩论 所以求你耐心听我 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 并在耶路撒冷 自幼为人如何 犹太人都知道 他们若肯做见证 就晓得我从起初 是按照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 做了法利赛人 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 是因为指望神 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 这应许 我们十二个支派 昼夜窃窃的侍奉神 都指望得着 王啊 我被犹太人控告 就是因这指望 神叫死人复活 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 从前 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 拿撒冷人耶稣的名 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 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 我就把许多圣徒求在街里 他们被杀 我也出名定案 在各会堂 我屡次用刑 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 又分外恼恨他们 甚至追逼他们 直到外邦的诚意 那时 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 往大马市阁去 王啊 我在路上 晌午的时候 看见从天发光 比日头还亮 四面照着我 并与我同行的人 我们都扑倒在地 我就听见有声音 用希伯来话向我说 扫罗 扫罗 为什么逼迫我 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我说 主啊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你起来站着 我特意向你显现 要派你做执事 做见证 将你所看见的事 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 证明出来 我也要就你脱离百姓 和外邦人的手 我拆你到他们那里去 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泉下归向神 又因信我 得蒙赦罪 和一切成圣的人 同得基业 亚基帕王啊 我故此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先在大马士革 后在耶路撒冷 和犹太全地 以及外邦 劝勉他们应当悔改 归向神 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秤 因此 犹太人在地里拿住我 想要杀我 然而我蒙神的帮助 直到今日还站得住 对着尊贵 卑贱 老幼做见证 所讲的 并不外乎众先知 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 就是基督必须受害 并且 因从死里复活 要首先把光明的道 传给百姓和外邦人 保罗这样分诉 非司督大声说 保罗 你癫狂了吧 你的学问太大 反叫你癫狂了 保罗说 非司督大人 我不是癫狂 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 王也晓得这些事 所以我向王放胆之言 我深信这些事 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 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 亚基帕王 你信先知吗 我知道你是信的 亚基帕对保罗说 你想少为一却 便叫我做基督徒啊 保罗说 无论是少劝 是多劝 我向神所求的 不但你一个人 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 都要像我一样 只是不要像 我有这些锁链 于是 王和巡抚 并摆尼基与同坐的人 都起来 退到里面 彼此谈论说 这人 并没有犯什么 该死 该绑的罪 亚基帕又对 非司督说 这人 若没有上告于凯撒 就可以释放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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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